说起 AMD 处理器的超频方法 你一定听说过 AMD 自家的自适应超频功能 Position Boost Offer Driv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PBO 而基于 PBO 里头还有一个进阶的电压曲线调整 就是这个 Curve Optimizer 它还有一个更好记忆的名称 PBO 2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 PBO 2 那么我过去分享过的这期视频一定会排在最前面 里头就给各位简单分享过 PBO 2 的设定教程 而从健常架构的Ryzer 5000系列处理器开始 PBO 2 的超频方法可以说是最适合大多数玩家的选择 不过如今 AMD 又推出了另一种全新的超频方式 那就是这个 Curve Shaper 功能 虽然官方并没有说明这是全新的 PBO 3 但我觉得它确实是挺适合这个名称的 那本期节目将会给各位简单上手分享 与体验 Curve Shaper 功能的特性 而经过我的测试与体验后 总结一句话 我觉得搞不好 PBO 2 的 Curve Optimizer 可以被淘汰了 首先我必须声明一下 这个 Curve Shaper 功能的自由度 又或者说是可玩性是远超于 Curve Optimizer 的 因此为了不让视频的内容过长以及过于枯燥 我将会分成三期节目的方式来与各位分享 并且会以最简单易懂和最容易上手的方式来分享给各位 如果觉得这一系列的节目对你有用的话 麻烦给一个大大的点赞 这对我来说会是个极大的鼓励 Curve Shaper 是和 Ryzen 9000 系列处理器同步上架的新功能 而这个功能并不是 S870 或 S870 一独占的 B650 和 S670 系列主板在更新了能支持 Ryzen 9000 的 Bio 之后 也会新增 Curve Shaper 的功能 同时上一代的 Ryzen 7000 处理器也同样能够启用 AMD 在这一块还算是比较舍得的 并没有出现可以阉割区分的情况 而在开始进入到 Curve Shaper 的功能介绍前 我先花点时间给各位了解代表 PBO2 的 Curve Optimizer 其功能本身的特性以及目前所存在的缺陷 这会有助于大家更清楚理解 Curve Shaper 的核心功能与逻辑性 Curve Optimizer 不论是调整全核心还是单独每个核心 包括不论是设置镇压或是负压 调整的曲线都会覆盖在任何一种频率状态 这就会导致了一些处理器明明在高频表现下 可以有更好的负压表现 却因为在较低频率下无法达到更好的负压稳定性 影响了 Curve Optimizer 的最佳输入值 这位简单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 假如我的 9950X 在 5.7G 下需要动用到 1.35V 的电压 而在 5.0G 下所需要的电压则是 1.08V 假设我的 9950 SI 掉用 Curve Optimizer 进行不散时的负压调整后 是能在 5.7G 下将电压优化到 1.25V 并且稳定运行的 可因为 Curve Optimizer 的负压调整是全面性的 在闲置和低频状态下也同样会生效 这会导致在相同的 5G 频率下 电压就会从原本的 1.08V 强行优化到 0.95V 左右 这时候就会出现可能因电压过低而导致不稳定的情况 当然以上这个只是其中的例子 其他情况也就包括了 闲置负压的稳定性上限比满载的更高 又或是中低频率下能够有更高的调整上限等 这些都是会依据处理器本身的体质而定 而为了让整体体验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Curve Optimizer 的优化值就必须迁就那些上限更低的场景 比如明明高频或高负载场景下 在-30V 的输入值下是足够稳定的 但却因为要迁就低频以及低负载场景下的稳定性 以至于最终 Curve Optimizer 的输入值只能输入-20V 牺牲了满载场景下更好的负压潜力了 理解了 Curve Optimizer 的缺陷后 就能够明白 Curve Shaper 的存在价值了 Curve Shaper 翻译到中文来说就是电压曲线重塑的意思 这面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重新塑造更适合的电压曲线 举个例子 我是能够在处理器的低频负载下进行镇压调整 而在中等频率负载保持原有的电压曲线不做任何优化 最后在高频场景进行负压调整 可以看到我的整个电压曲线是能够完全自定义的 针对不同场景需求做出适合这个处理器体制的曲线优化 而这就是 Curve Shaper 的核心功能 它能够依据用户本身的使用场景来做出针对性的电压曲线优化 比如我就是个凑打游戏的 完全不会把处理器移用到满载 那么我就能够针对我凑打游戏的这个习惯 单独调整中负载下的电压曲线即可 低负载和满载曲线保持在默认状态就行了 如此一来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游戏性能表现 却又保留了低负载和满载场景时的穩定性 那 Curve Shaper 应该怎么样调整呢? 这里我大致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Curve Shaper 的所在位置 以及相关设置所对应的场景 Curve Shaper 的功能是集成在 PBO 功能里的 进入到 PBO 功能内后 往下下探就能看到 Curve Shaper 的功能 这里要说明一下 Curve Shaper 功能是需要手动打开 PBO 后才生效 另外还有一点 我个人极其不推荐在使用 PBO 2 的 Curve Optimizer 后 再同时使用 Curve Shaper 这两个功能同时使用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至少我至今为止还没找到这两个功能能同时并存的调试设置 所以如果你现在用着 PBO 2 Curve Optimizer 用得很舒服 那就建议别做过多的折腾了 可以耐心等到我之后给 Curve Shaper 这个功能整理完完整的总结后 再做判断也不迟 在进入了 Curve Shaper 后就可以看到非常之多的直选项 所有直选项都会以两种属性做组合 那就是频率与温度 分别以五种不同的频率段 搭配三种不同的温度来做组合 频率的部分是以最低、低、中、高和最高频率五种频率段 温度则是以低、中、高为区分 频率的部分针对不同的处理器会有不同的划分 但大致上我这里出来的划分如图显示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并非是以全核心负载为准 只要其中一个核心能够常驻维持对应的频率 那该频率组合的 Curve Shaper 设置就会生效 那又如何判断处理器的负载是偏向单核还是多核心的呢? 这时候就要动用到温度这个属性了 温度属性的区分如图显示 低温度代表的是闲置场景 中温度则是代表列如游戏类这类运行频率足够高 却没进入到全核心满载运行的场景 高温度自然就是全核心满载的运行场景了 因此 Curve Shaper 一共提供了15种场景下的电压曲线重塑的设置选择 每个场景都提供了正负两种曲线重塑的方向 输入值最大为100 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有15种设置要输入 那岂不是比PPO2的Card Hotting卖着来得更复杂? 这个答案我会说是但并非绝对 其实你可以只单独设置你想要设置的场景 不需要15种场景都得手动设置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稍微简单测试也试一下 测试平台采用的是AMD RUNZEN 99950X 主板是来自ROG Street X8701-1 Gaming WiFi 基体内存是来自Oray DDR5 Black刀锋RGB套条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Oray家的基体内存产品 Oray品牌于2018年位于香港成立 是由一群专业的工程师和发烧友共同串利 品牌最大的特点在于全系列使用原产海力士颗粒 并且所有颗粒都是进行手工筛选 加上它们自家的高速PCB设计与U1的质量 全系列都具有非常强悍的商品能力 比如我所中的这套16GB X2 DDR5 6000 C28套条 等于采用了原产海力士A代颗粒 Export 出厂时序就给到C28 35 35 76 仅开启Export就能有不错的读写与颜色表现 而且还能进一步压榨时序 来获得更低的颜色表现 另外我也试过能轻松达成DDR5 8C的频率 超频能力确实不烂 除了有强劲的超频能力以外 OLED DDR5 Black刀锋RGB套条本身的外形设计也很到位 采用了镜面散热装甲设计 能提升30%的散热性能 ARGB 灯光也采用了独有的设计调色 整体光效是属于绚丽多彩 但同时不会过于刺眼的感觉 个人觉得耐看性还是非常高的 虽然OLED算是一个叫型的品牌 在整体品质和体验而言还是挺不错的 期待它们之后能够推出更优质的记忆体内存产品 接着显卡是ZOTEC索泰的RTX408列Super PGF 散热器则是VK瓦尔机里的A360一体式水冷 机箱来自联利的LENK216 其他的硬件以及设施环境等如屏幕所示 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及我还没研究足够凑测 这期节目我就只测试Cinebench R23全新满载测试 其他像是日常负载和游戏测试 我会留在之后的更新 Cinebench R23全和跑分测试所对应的场景 正是高频率高温度这一组设置 因此自然是要开启这一组Code Shaper的设置 但考虑到Cinebench R23在进行跑分时也会有短时间的中负载情况 所以我也会在高频率低温度中也一并进行调整 因为要进行负压曲线调整 所以我需要在这两组设置中设置为Negative负压的方向 并在输入值输入对应的曲线值 这里我会建议从30开始测试 如果测试足够稳定后再加5反复测试 直到出现不稳定又或是性能没有进一步增加反到减少的情况后 以最后性能释放最多且最稳定的输入值为准 经过我多次的反复测试 我最终能够在这两种设置中输入50的输入值 而为了能有对比参考 我也进行了几乎最极限的BB2 Cut Optimizer的负压设置 也就是全核心-30的输入值设置 来和我最终获得最理想Code Shaper的输入值设置一同做对比 接下来看看Cinebench R23的跑分成绩 Code Shaper模式下的跑分表现比起Code Optimizer会略好一些 但Code Shaper最突出的地方并不是跑分 在功耗表现下可以看到Code Optimizer模式的CPU Package功耗 已经来到了惊人的300W以上 而Code Shaper模式在跑分更高的情况下 CPU Package功耗却只有270W左右 少了足足10%的功耗 那竟然功耗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最终的温度差异自然也是明显的 Code Optimizer模式无用置疑是顶着95度的温度强 而Code Shaper模式的温度则只有86度左右 这个温差已经差不多是从单塔风冷升级到360水冷的温差表现了 最后来看看这两个模式在跑分时的短写电压表现 Code Optimizer模式的电压表现落在1.25V 而Code Shaper的电压表现则是1.173V 明显更低一些 虽然我还没研究透车Code Shaper 但这里还是简单给个总结 在如今CPU超频已经越发枯燥的时代 不仅仅是超频后所能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低 更多的还是超频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有意义性了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每个人使用电脑的需求与习惯都不同 同一种超频方法对于不同需求的用户 带来的收益或意义就会变得有很大的差异 而AMD推出的Code Shaper电压曲线重塑功能 最大的意义还是针对不同的用户曲与需求 能够更自由化的玩出适合自己使用的超频模式 一定程度上让玩家能够自由调整所需要的超频场景 喜欢玩跑分的就调整高频率高温度场景 希望在游戏时有更好表现的就调整最高频率中温度场景 小主机玩家也可以调整低频率中温度的场景 来提升整体的日常使用体验 如此之多的可玩性你们就说这个Code Shaper功能是否值得PBO3这个名称呢? 但也因为能玩的组合真的有点多 我目前一时半会还没办法给出完整的教程分享 还恳请各位给我多一些时间去测试 然后再更新多两期节目来和各位详细分享Code Shaper的最终体验 也希望正在看节目的你们能够持续关注这个系列的节目 并且点个赞给我一个小小的支持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一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